大家请看这几张照片 这是今天正月2号2021年照的照片 那今天我们这边Ferryton下午开始下雪 其实今年特别奇怪这个冬天 因为怎样通常在我们这边Ferryton 11月就开始下雪 现在已经正月了 只有今天下的雪比较大一点 之前就是一下子就没了 一点点的雪很快就消失了 但是今天就比较大 所以我的女儿女婿带孩子去外面 后面前面去往雪了 所以这第一张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孙子 他的眼睛有没有看到 他看上去天空很惊讶 很惊讶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把他的眼睛放大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两个眼睛看到的不一样的情景 两个不一样 在他的左眼 左眼就是left eye 有没有看到很亮的那个光 很亮白色的光 很亮的就好像六角形 但是只有六角形的一半 一样就可以看到三个脚而已 所以其实六角形这个背提的门 两三年之前都开始看到了 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看到六角形的背提的门 有时候出现椭圆形 有时候四方形到底有几个背提的门 我也不知道很有可能 只有一个他会变来变去 或者是我们要经过走过四个到第四个天堂 第四个天堂 那保罗去过第三个天堂 那前两天神工我们好像是三四天了 神工我们给我看到异象 然后叫我打开 打开好像钱包这样 打开有四则 然后刚刚他跟我讲说这个新天新地就是在第四个天堂 那保罗也讲过他去过第三个天堂 我之前读圣经的时候 读到保罗去过第三个天堂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新天新地那一端的时候 那边刚刚三年前 那边人刚刚下来新天新地从天堂下来 然后之后也好几次看到人走从天堂下来到新天新地那一端 所以可以讲说保罗那时候去第三个天堂 那现在我们要去的是第四个天堂 所以之前有看到异象说是呢是代表天国 感谢咱们一种 好讲到这边 所以很有可能每一个天堂 第二天堂 第二个天堂 第三第四都要都有一个门 这个门呢 被提的门是这样 好像我们走过去 我们带着自然界的身体 这个肉体 这个身体 然后我们走过去呢 走过去就变在属灵里面 那出现在另外一条幼稚郎界的 所以大概我们这样走了几个门 我也不知道 大概有上四个门 OK 这样走过去 到另外一端 我们又有现在的身体 但是到另外一端 现在的身体是永远不死坏的身体 是能够到永远永远活着的 而且在新的耶路撒冷 河流的两边都有这个生命树 我们知道这些生命果是永远不死的 而且没有病 没有病痛 没有灾难 也没有战争 也没有病毒 也就是远远享福与主在一起 给阿爸父 上帝在一起 上位一体的上帝在一起 感谢赵美主 好 讲到这边 看这个照片 可以看到两边不一样 他看到两边 我不知道他看到是一样 但是我们这样看他的眼睛 两边不一样 你可以注意到看别人造的照片 或之前造的照片 是不是你的眼睛两边是一样一样的 OK 但是他的不一样 以前也是发现说两边不一样了 那你可以想到这属灵上的 可以两只眼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 感谢赵美主 然后他怎样讲 我接下来有看第二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也是今天下午照的 然后他的眼睛 大概他在前门那边 但是他的眼睛没有看得这么高 大概看到我们的前门那边 他就看到什么呢 你把它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到走廊那一端 这个走廊不是我们家这边的走廊 我们家这边的走廊 我们没有走廊 而且楼梯也不一样的 所以门也不一样的 所以你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走廊走过去 到星天星地那一端 那这个走廊是我每一天都看到的 但是他的眼睛照起来 那个走廊到另外一端 那个门过去是黑的 大概神就是跟我们歧视说 不久这个就关掉了 OK 那我不知道到时候还会看到 因为我现在闭起眼睛 都能够看到走廊另一端 然后是亮的 我可以看到人在那边走路 我可以看到看门的人 有时候也不是说 每一次闭起眼睛 就可以看到看门的人 但是我一闭起眼睛 我就能够看到 星天星地那一端 那有时候开着眼睛 也能够看到 如果比较暗一点 我就能够看得到 那这些时候 星天星地那一关的光 照射过来的很亮 包括现在这里也是很亮 所以很亮的时候 我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还可以看到 人在走路这些 现在很亮了 感谢赵美祖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孙子的眼睛 OK 一边没有看到东西 有没有 另外一边就是看到 走廊到星天星地那一端 还有一个在他的眼珠底端 有没有看到 好像有东西在那边 其实我之前说 要这个照片给大家看 但是还没有做得到 现在也给大家看 很像是上帝的能力在那边 上帝的能力在那边 从照片那边可以看到 有东西在他的眼睛的底端 那这样的话 使他的眼珠好像没有那么圆 好像有一点妥出来 好像有一点变形这样 有没有大家注意到 那是我相信是上帝的能力 power就是上帝的能力 或者是一些就是上帝的能力 在那边 我们讲到上帝的能力 到底上帝的能力有各种 因为就算七个灵 上帝有主耶稣有七个灵 七个灵 所以你说哪一个灵呢 有时候上帝是很奇妙的 他是万能的 我们所知道 只是一点点一点点 上帝呢 他是整个宇宙是属于他的 所以大家要我们的头脑要开放一点 感谢赵梅族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午 我在楼上一点到两点的时候 我突然经我的眼睛看外面 看到什么呢 看到有一只鸟刚刚好从东飞到西 它飞的时候是在很底端 这是在雪地上 地上离开 地上差不多十五尺这样 十五尺 有没有到十五尺也不知道 可能十尺这样 十尺到十五尺 然后他在飞飞得很低 第一次看到鸟飞得这么低 然后之前我有很多次看到黑鸟 他们是飞得比较高 也不是他们 每一次都是看到一只 飞得比较高一点 但是通常是飞了 等下又不见了 但是这一次这只鸟 黑鸟 我也有看到白鸟 我的女儿有看到灰鸟跑过来 看着我 然后又跑回去 又飞回去 好讲到 因为我这些都是象征说 我们要回家了 看到鸟是很长的事 常常都是看到出现 然后不见了 那这一次下午呢 这只鸟飞过去 差不多五十尺这样 五十尺 应该是五尺没有到一百 然后他就消失了 消失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今天下午下雪 怎么鸟能够飞呢 大家可以用聪明智慧 鸟不能够在下雪的时候飞 雪又飞得 雪又这么大 OK 他不可能在雪里飞的 这个大家都有聪明智慧 因为雪呢 是蛮重的 飞到翅膀呢 对他不好 对不对 他通常没有鸟在雪里飞的 然后呢 他不见得就是知道说是一个超智狼 神在跟我们讲说鸟已经在底端了 在底端 因为我们走路什么都是在地上 对不对 就是底端 这个鸟已经下来了 已经在底端了 就是说我们回家的日子很近很近了 那这些都是遇照 遇照跟我们讲说我们就要回家了 感谢赞美主 阿们